好的 歡迎回到 美國之音 VOA 衛視時事大家談 數天前網絡流傳 三峽大壩變形的谷歌衛星照片 引發民眾對大壩潰堤的廣泛擔憂 對此各方回應和說法不一 《新京報》等引述專家的話說 承認壩體確實出現了變形 但正是處於彈性狀態 澎湃新聞說 三峽大壩變形是假消息 環球時報援引三峽公司的話說 大壩運行安全可靠 三峽公司在聲明中稱 大壩水平移動 不過不到3厘米 法新社引述一位三峽工程的 內部工程師的話說 大壩一直存在質量問題 包括裂縫和施工期間的混凝土 不符合標準 那麼三峽大壩的扭曲變形 究竟是真還是假 三峽工程為何一直以來飽受爭議 我們今天邀請兩位嘉賓 為我們來進行分析 一位是黃萬里研究基金創始人 三峽工程研究人士 黃霄璐女士 歡迎您 黃女士 好的 另外一位是中國國土規劃專家 1980年代三峽地區的國土規劃參與者 王威洛博士 王博士您好 您好 好的 我們歡迎兩位 同時也歡迎各位聽眾 觀眾和網友 通過VOA衛視在Youtube的網上直播收看 並且加入我們的現場討論 網址是youtube.com-VOA China 那麼首先第一個問題我想問兩位 就是這個怎麼看照片顯示的這個三峽大壩的這個變形問題 那麼我想請問在現場的黃女士您的看法 對於這個照片我反复看了很多次 但是我都不能得出一個結論從這個照片的影像上 得出結論到底照片變形還是沒變形 為什麼這樣 是基於我對中共媒體發布的各種信息呢 沒有信心 像這個兩張照片 它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氣流情況下照的不同的角度照出來 用這種三個不同的情況下拍出來的照片不能做對比 你可以 而且它的精確度也不一樣 照的那個大壩的長度和方向也不一樣 所以讓一般的非專業人員來看呢 你不能得出來它變形還是不變形 但是我認為不管它變形和沒變形 這個三峽大壩這個問題呢 總有一天遲早晚都會發生特別特別巨大的災難 總之它就是一個令人揪心的問題 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請這個王博士 我想請問您請您簡單的談談您的看法是怎麼樣的 先談談談我自己的看法 對三峽大壩的變形的看法 當然 我就先說我不用看狗哥地圖 我就知道三峽大壩在位移和變形之中 因為根據我掌握的資料 它就在變形和位移之中 那麼三峽大壩它是重力把它是用一個幾十克水泥塊擺在這個基岩上的這麼一個結構 它用靠自身的重力來保持大壩的穩定 那麼它肯定是要在移動 要發生位移的 那麼我回到這個這次問題的討論的開始 因為這次問題的討論開始是一位叫冷山的這麼一位推友 他在這個推特上首先發了這麼兩張狗哥的地圖的對比 那麼他兩句話我給他這裡稍微重複一下 可能字眼上有一點出入 但不影響的內容 他說第一 三峽大壩發生變形 這是他第一句話 這是陳述句 第二句是一旦發生潰壩將 下面是一個災難 第一句 我贊同他的觀點 三峽大壩發生變形 這是第一句 第二句是一個條件句 是一個假設句 同樣的這樣的假設句 在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當中也可以找到 在周家華給人大代表解釋三峽工程這個提案的時候 他也提到了說 三峽大壩一旦受到敵方攻擊 它不會發生災難性的後果 那麼他 我們說我們做科研的人 我們做工程評估的人 周家華說的 他說不會發生災難性的後果 他發生的時候的條件是什麼 它發生的條件是什麼 它發生的條件是 三峽水庫裡面是沒有水的 幾乎是沒有水的 因為中國的官方在做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時候 把以前的就是張愛萍將軍做三峽工程安全報告的時候的條件改了 因為張愛萍將軍做這個報告的時候的戰爭的發生的條件是突然襲擊 而這一次做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的時候 它的條件是 戰爭是有預兆的 我們有兩個星期的時間可以放水 把三峽水庫裡的水都放光了 然後這時候任美國 任台灣 哪怕任朝鮮 還是印度 你來炸 大的時候你把我霸炸了 水庫裡面沒有水 對吧 不會產生災難性的 這是一句條件句 那麼關鍵就是說 如果發生的話 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所以說冷山這位推友 他的整個推文沒有任何問題 他不是一個謠言 作為一個老百姓 他有權質問 質問這個公權力 就是說你告訴我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情 這是他的質詢 而不是他在造謠 好的 謝謝 非常好 我們接下來繼續討論這個話題 那麼接下來我想請問在我們現場的黃女士 那麼剛才你也談到了 在從技術上來說 照片的技術我們非常複雜 沒有辦法完全去解釋它 那麼剛才王博士也談到了就是說 作為中國公民冷山 他提出這麼一個現象 他所看到的 觀察的之後 向大家發佈 這是完全是他的權利 那麼接下來我們也看到了中國官方 其實各方都發表了這個回應 那麼老百姓 大眾當然是非常的擔心 好 那麼官方發表的回應其中就包括 我們剛才在這個島嶼裡也說到就是說 有的地方說這只是一個彈性的這個狀態 那麼我想請問一下 他說的這個彈性的這個狀態 是不是一個科學的解釋 三峽大壩他目前這個狀態的一個比較科學的這個說法呢 我不認為他這是一個科學的解釋 因為我看到的關於反對建三峽大壩 為什麼不能在三峽這個地址上建一個這麼樣的大壩 所有的資料 特別是我的父親黃萬里 生前在三峽大壩要建以前就給中央領導寫了三分信 三峽大壩開工以後又寫了三封信 等於六封信反對建三峽大壩 它的理由就是說這個三峽長江三峽高壩是根本不可以修的 不是什麼早修晚修的問題 國家財政問題 國家財政問題 不單是生態的問題 防洪效果問題 經濟開發程序的問題或國防的問題 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環境中核床演變的問題 和經濟價值問題中所存在的客觀條件 不允許一個尊重科學民主的政府舉辦這個禍國殃民的工程 如果它被建 終將被炸掉 為什麼要炸掉 還沒建的時候 它就有最早的論文是86年1月5號發表在華東水利學院 那是現在叫河海大學 當時叫華東水利學院的學報上 它就詳細地從各方面來論述為什麼在三峽這個地方建一個大壩 是一個禍國殃民的工程 那麼事實上您的父親黃萬里先生 他是清華大學的水利專家 那麼他應該說他是唯一的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的這麼一位知名人士 那麼非常巧合的是在50年代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反對三門峽這個大壩上馬的這麼一位人士 那麼這個我們接下來等會節目中間我們還會繼續談到這一點 那麼我想請問這個王博士 就是說說到這個三峽目前的狀況 我們也看到一些蛛絲馬跡 就是說這個著名的景點白果樹瀑布現在已經關閉 據說是要關閉到7月13號 但是當有關人員詢問這個景點的負責人員說 你們這個關閉之後13號以後會不會重新開啟呢 他們是不予回答 那麼是不是從這點上我們就是可以判斷說這個三峽大壩呢 也出現了一些的確是不容忽視的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這裡的就是很直接的這個關係 我好像不能就是提出來 那麼我還是回到你剛才問黃蕭露的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彈性形變的這個問題 好 我這裡拿了一個東西給大家看 這是鋼的鋼圈 鋼圈它有彈性形變 因為鋼的東西比較好說 木頭也能說 說到這個鋼筋混凝土呢 對很多人來說呢 它就比較難理解一點 你就把它當做也像是一個鋼一樣的這麼一個東西 但是它比較容易斷斷裂 那麼我主要外面只要加力的話 我只要加力的話它會發生形變 但是你看這個形變 它的這條曲線是連續的 是連續的 是不間斷的 然後我只要這個外力去掉以後呢 它又恢復到原來的這個樣子 這叫彈性形變 而且是一個現行的彈性形變 那麼三峽大壩 它不是一塊鋼筋混凝土 它是幾十塊鋼筋混凝土 它先分作壩斷 從左到右 它是先是船閘生船機這個壩斷 然後是左岸的這個廠房壩斷 發電廠壩斷 然後再是中間的這個洩洪部分的壩斷 然後再是右岸的這個發電廠的壩斷 然後在右岸的這個山下面還有這個後面增加的六臺發電機組 那麼它是幾十個壩斷 現在我就帶了兩個東西 這是兩個鋼筋 兩個鋼筋 它們中間的連結是斷裂的 兩個東西是斷裂的 那麼你就想想一下 想像一下那是幾十個鋼筋它組成的 它這裡的這個變化是不是能夠保持連續的 它的這條曲線是不是沒有斷點 它是對什麼做不到的 對不對 我們可以說三峽大壩的壩塊 它的現在在目前情況下的這個變形是彈性變形 但是三峽大壩它的變形不是彈性變形 因為它不是一個完整的整體 它的那個壩 你看到的那個壩的那條曲線 它不是連續的 那麼王博士 我想問您就是說 我記得您講過的一個非常關鍵的一點 就是說三峽大壩它本身就像您剛才說的 它這個混凝土塊它自己是互相連接在一起 但是它這個大壩本身並沒有跟河窗連在一起 那麼這個是不是關鍵的問題 就是它最後可能導致災難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呢 它是當初它設計的時候 它是想就是說三峽大壩 它建造的時候它不能擠得很緊 擠得很密 它是想通過三峽大壩在水的壓力下往前走的時候 往前走的時候它越擠越密 越擠越密 這是它當時的一個想法 這是一個想法 但是就像黃萬里先生說的一樣 三峽地區是中國地質條件最差的地區 是中國地質條件最差的地區 你說這個長江從金沙江上來 它怎麼穿過三峽這個地區呢 它就是找到了這個最破碎的這個地區 那麼三峽大壩這個山斗坪這個地這個壩子 它是唯一的在這個壩段裡面能夠找到一個堅硬的 這個花崗岩的這麼一個壩子 就是下面是基岩 但是其他地方呢都是石灰岩 都是石灰岩 包括當時張愛平將軍他們提議的石牌的這個壩子 也包括這個美國人薩凡奇提的南京關 就是現在的葛州壩所在的這個壩子 他們下面都是石灰岩 就是說下面有洞穴的 但是從現在的觀點來說 下面你是硬的 並不是一定是安全的 那麼它在這個兩個東西擺上去的時候 儘管你下面它是可能是高低不平的 它這麼能夠製造點大的摩擦力 使它不大容易向下滑動的話 但是它裡面是有水 所以在那個三峽集團的這個公眾微信號 發布的這個信息裡面 它發布了這個位移的包括水平位移的 包括這個垂直位移的 水平位移垂直位移都包括了 壩基的水平位移和壩頂的水平位移 那麼它沒有公佈洩漏的 就是水漏的這個情況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三峽大壩的壩下面也漏 是吧 壩下面也漏 就是右岸的發電廠的廠房這裡 它也漏 對不對 它有滲水 有水過去 有水過去 就像那個美國專家說的一樣 它就要帶走物質 帶走物質它就會造成 這個大壩的將來的越來的越不穩定 好的 謝謝王博士 您需要補充嗎 我想補充的就是說 呂瑞 剛剛去世的呂瑞先生 在他的壹篇文章裡頭 我知道三峽大壩上馬的過程 裡頭談到 最近幾年世界上有兩個大壩的 國際討論會 在其中有一個會上 例舉了世界上最危險的十個大壩 這個三峽大壩 被國際專業人士認為是最危險的一個大壩 首當其衝 首當其衝 對三峽大壩 對這個三峽大壩產生懷疑是 再合理不過的世界 我覺得我們應該讓中國人民 特別是生活在庫區的人民 生活在三峽大壩下游的 所有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 這一代三峽流域是中國最富有的 一片土地 應該讓全世界人民 全中國人民都知道 三峽大壩的危險 是從他建開工那天 就開始時時刻刻存在 是爆發極大的危險 是早壹天晚壹天的事 不是隨時都可能發生 好 那關於他為什麼要不顧反對 一定要上馬 等會我們會繼續的討論 事實上這個三峽這一代 就是說他的上游是不是3000萬下游2000萬 大概有這麼一個數字 整體會影響6億人 是這麼一個廣泛的程度嗎 我覺得差不多 好的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分享一些 聽眾觀眾和網友的評論 大家今天發言非常地踴躍 節目還沒開始就已經開始發言了 好 歡迎大家繼續發表評論 第一位是Christ王 他說三峽大壩有沒有扭曲 我無法確認 可是決策過程是扭曲的 支持建霸的學者 後來不少成為科學院的院士 反對者呢則無一入選 真正做到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領導意志代替科學論證 統一思想代替集思廣益 高霞出平湖 忠誠了達摩克利斯之劍 接下來一位是李中本 他說呢 三峽變形事件說明 中共的輿論管理的失敗 官方謊言太多 姓黨的輿論工具不再具有權威性 同時也說明 塔西陀原理在起作用 群眾已經不再相信 官方的解釋 往往是越解釋越產生懷疑 三峽工程是中共浩大喜功 急功近利的結果 將會受到歷史的驗證 甚至懲罰 接下來是共產局 他說呢 無論三峽大壩是否變形 流域內的民眾都應該建立 自救聯盟 並且形成應急預案 一旦潰壩呢 中共會迅速的上演 多難星邦和表彰英雄的鬧劇 同時呢 強力維穩 死多少人對他們只是冰冷的數字 政權穩定的至高無上 三峽工程是一個為了一起私利 致肆意民眾死活於不顧的 霍國殃民的工程 是第二個三門匣 其危害 黃萬里先生早已經在工程上馬之前 就有明確的論證 三峽話題在他們看來 十分的敏感 態勢卻一反常態 允許討論 這個呢就是極不正常的 一旦出現了放空庫區 臺灣就應該進入緊急戰備狀態 那麼接下來我請兩位稍微的回應一下 黃女士我想問問你 剛才這一位 她是有一位提到了 這個這一代的民眾 應該自己能夠形成一個聯盟 來採取這個應急的自救的 這樣一個有一些措施 那您覺得這個在中國可不可行 他們應該怎麼做 我覺得應該可行 因為現在這個時代和我父親 2001年8月27號 他去世以前的時代完全不一樣了 現在是互聯網時代 特別是有雖然被中共嚴厲檢查的手機微信時代 民眾自己雖然他們沒有知情權 但是他們總歸能翻牆得到各種信息 這個這位網友說要組織人民自救 我覺得非常重要 而且我認為我父親黃萬里活著的時候 就是想把他的反對劍三峽大壩的這些理由 總是寫給中央領導 他在病危的時候就說三峽絕不能上 我要是給這個中央領導講半個小時的課 他們就能明白這個三峽大壩不能上 可是他有沒有這個機會給他們講並沒有指示 但是他從來他非常痛心地說 他們從來不給我這個機會 那麼現在我是他的後代 我們很多人從各方面了解到黃萬里 制和原理和他為什麼反對建三峽大壩 我們現在的面向我們不會再去給中央領導寫信 因為我們覺得那個是完全對牛彈琴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讓全中國人民 甚至於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三峽大壩為什麼早晚要會出大事 出了這個大事對我們生活在長江中下游平原 這麼好幾億人的這個地方是一個生命的極大威脅 不光是這個就是現在沒有出大事的時候 這幾年三峽大壩修了三峽大壩以後造成的生態的變化 整個長江流域生態的變化已經是非常非常嚴重了 等會我們還會繼續談這個問題 那麼其實剛才我說的不完整 就是實際上是還有李瑞是堅決反對 那麼就是李瑞對李彭曼有這麼一個說法 那麼事實上就是說黃萬里先生 他沒有機會跟上級的這個中央首長來講 這個30分鐘的課 但是我覺得李瑞他其實他是能夠接近他們 那事實上他的話也沒有被接受 那就是說呢是不是中共他根本是無故 根本就不顧這些一些這個人們的不同的意思 他不想接受他不想接受 他就是讓我說話也打個比喻 吃了蹭頭鐵了心 我這個工程我就是要幹 為什麼要幹 就是為一些極少利益的這個集團 那為他們的利益著想 好的 那麼事實上說到這個 大家都說這個三下大壩遲早會出事 那麼其實出了事之後 不僅僅是影響到這個老百姓的生命財產 財產還是小事 事實上也是影響到這個中國政府最擔心的 他的這個國家安全問題 那麼等會我們有時間也會談一談這個問題 好的 接下來那個王博士呢我想問你 就是剛才這一位觀眾朋友也談到就是說呢 本來呢這個中共對媒體呢是管制得非常的嚴 那麼這一次呢把這個事情拿出來這個做解釋呢 其實就是非常的這個不尋常 那麼這也可能從反面證實了這個人們的這個猜測 您覺得這個說法有沒有道理 我覺得你在節目剛開始的時候 就對這個整個過程有一個詞做了一個定義 就是給它描述了一番 這就是自相矛盾 因為那個冷山的這個貼子出來以後 中國馬上就說它是謠言 然後呢又說呢是肯定沒有變形 後來呢就是拿了這個中國科技公司的 這個地球高峰6號微星的照片 來證明它是沒有變形 然後過了一會兒呢 它又用那個三峽集團的這個公眾微信號呢 又承認了它有水平的位移啊 有水日的位移啊等等 它是有形變 但是呢它說這是彈性形變 那這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自相矛盾的 它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它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自己打自相矛盾的話 那就說它肯定是有錯誤 它是肯定是錯的 因為你的A 你說我的毛厲害還是我的鄧厲害 一個說我 你自己說的我的毛厲害 你自己又說你的鄧厲害 那麼誰到底是厲害的 你知道對不對 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和三峽工程 決策上馬的它的一個最關鍵的一個東西 我為什麼說它錯 它是肯定錯 而且有人說你怎麼這麼自信是錯 我說我看了三峽工程所有的 這個14個專業組的這個論證報告 論證報告以後 我的就發現論證報告A 就是專業組A的它提出的一個假設 正好和論證報告B的是矛盾的 打個比方說防洪組和泥沙組 這是兩個最主要的 防洪組說我們的這個水庫大 我們可以在洪水來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去洪 那麼泥沙組說呢 正因為是洪水大 力量大 我們可以利用洪水把泥沙給 預計的泥沙給沖下去 那你說到底是要防洪呢 還是要沖沙呢 對不對 如果你把泥沙組的這個結論 拿到防洪組去 那就說你不用防洪了 如果你要把這個防洪組的這個結論 拿到這個泥沙組來 那你就沒有什麼排洪續清的這個措施了 你解決不了泥沙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還是那個泥沙組 泥沙組說三峽工程建了以後 三峽工程的這個水利坡度 是原來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萬分之零點七 原來是萬分之二 現在是萬分之零點七 就減小了 因為爸把水給抬高了嘛 對不對 只有萬分之零點七 你們注意 這是一個很小的數字 就像剛才說的那個位移的數字 那都是毫米級的 我們這裡是不但是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萬分之一 而且是萬分之零點七 對不對 也很小的數字 那麼移民主說呢 移民主說呢 移民主說那是毛主席說的 毛澤東說的 高峽出平湖 那三峽是水庫是沒有沒有水庫 他是平的 對不對 霸前是175 霸後也是175 因為他這樣的話 他移民的人數最少 移民人數最少 在這個範圍裡的移民人數最少 那麼如果你假想一下 這個三峽的這個下面是175度 上面是175米 下面是175米 上下都是175米 那個水帶著泥沙進了三峽水庫以後 他是個什麼樣子 就是泥沙都沉澱下來了 他流不掉了 你沖沙也沖不掉了 因為你沒有這個力量來你的沖了 對不對 中國人都是古人說的 這是古人說的 比我們現代人聰明多了 就是水從高處向低處裡面 水從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流 兩個水要是平的話 他不流的 對不對 他不流的話 泥沙一點也不流 兩個東西裡面只有一個是對的 一個是對的 或者兩個都是錯的 不會兩個都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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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老子說上善弱水 這大家都知道 我們那領導 這個辦公室裡最喜歡掛的這句話 就是上善弱水 水必萬物而不爭 那為什麼上善弱水 水這麼好呢 他就說了水處低處 它是處於萬人 就是眾人所惡之處 它是處於低處 所以它好 你水庫把水擋起來了 水是處高處還是處低處 那就是水處高處 對不對 水處於高處 它就失去了老子所說的這個 上善弱水的這個 老子又說了 如果水在高處的話 它是無堅不催的 它的破壞率是很 好的 我們將繼續 等會有時間繼續討論 那麼接下來 我們再來分享一些聽眾 觀眾和網友的評論 第一位是軟尾成 他說對大壩質量無法判斷評論 這是非常專業的問題 這件事引起這麼大的反響 是因為它和香港反送中一樣 說明中共在人民心中的大壩 早已經崩潰 任何一個對其不利的事件 都有可能演變成黑天鵝灰犀牛 接下來一位是 Honest and Trusting G 他說呢 牆內大小爆章 一律把評論和質疑谷歌 這張衛星地圖 衛星圖片定義為謠言 圖片是真實存在的 成為謠言 多起荒謬 其實呢 中共真的要闢謠 用無人機拍照 足可以消除大眾的疑惑 接下來一位是AAA WQD 他說呢 三峽大壩肯定出問題了 而且到了肉眼可見的地步 不然中共不會封禁景區 封禁各類衛星圖片 接下來一位是Jason Shen 他說呢 我不管大壩有啥內幕 我只是想信息公開 我們有知情權 三峽不管是否有證據 都是我們長江中下游流域 4億民眾的毒瘤 不定時地會爆炸 玉璽他說 請中共國公開信息 謠言抹黑 是用事實來澄清的 事實就需要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讓人可以討論 讓有關的事實來澄清謠言 不要玩文字遊戲 不要把下游上一人的生命 當作維穩的代價 總之呢這個大家的發言 是都是覺得萬變不離其宗啊 好接下來呢 我們來繼續地看這個有幾個對比 這是黃外里先生他的這個建議書呢 他這個孤開信呢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個 三峽水利樞紐的可行性研究報告的一個對比啊 有三段我們來給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這就是剛才呢 因為王博士也講到這個三峽工程的一些技術問題 那麼事實上的這個黃外里先生呢 他的這個這幾段呢是分別從這個三峽工程的這個發電的效應 還有呢就是他的通航能力以及防洪作用 所顯示的與中國官方的這個報告呢 是截然相反的一個結論啊 第一個呢是他的發電效應 他說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峽水利樞紐可行性研究報告呢 說三峽水利站的這個電站的裝機容量是1768萬千瓦 年發電量840億千瓦 他將為華東華中地區供應可靠廉價清潔和可再生的能源等等 那麼黃先生提出呢 三峽這個大壩呢 他的這個經濟可行性是根本不成立的 他比山區的大中型電站每千瓦投資呢 要貴兩三倍論經濟效益呢 這個壩呢每千瓦造價是三四倍於一般的大中型壩 其經濟可行性並不成立 好接下來一點是關於他這個通航能力 這個可行性報告呢 政府的可行性報告是說目前 川江通過能力僅僅是大約1000萬噸 那麼主要原因呢是川江航道呢這個坡斗流急 在重慶至宜昌660千米航道上落差120米 共有這個險碳139處單行控制段46處三峽工程修建之後呢 航運的條件明顯改善運輸成本可以降低等等 這是可行性報告 那麼黃偉李先生呢他提出這個壩建成之後 蓄水將使金沙江與四川盆地下來的這個 河灶中的利卵石和部分的懸沙在重慶沉積下來 形成這個衣水下堆石壩 那麼堵塞重慶港那麼等等會央集呢 數十萬人民煙蔽的悲劇詞吧 永不可休 那麼最後一點是關於它的這個防洪作用 可行性報告呢說中游地區受洪水威脅居民大約是1000萬 預期呢這個工程生效時候呢將增加至1450萬 那麼三峽水庫提供的310億立方米的防洪陣容呢 將有效的控制大約1000年一遇的入庫洪水 使中原平原地區呢是免遭淹沒 黃先生提出來呢是這個效果呢是非常的小 遠不如低攻核道這個舒峻等其他的方法 主要原因是長江的這個洪流石城表現為量大而風平 好那麼這幾點我想來請這個黃女士來做為一個回應 就在這個情況之下為什麼這個中共呢 並仍然是拒絕接受可能他並沒有真正去看這個 您父親他所提出的這個非常科學的有理有趣的這個建議 我覺得中共不聽取像我父親黃外里教授這樣的人的建議啊 是 是從由來已久這個原因呢在我父親1957年 在5月19號在清華小報上就是大鳴大放的時候 他寫了一個非常著名的小說叫《花叢小語》 這個《花叢小語》裡頭啊就把中共的這個體制啊 這個《花叢小語》首先說它是用一個小說的形式 就是這種文學體制啊 是 達到了一個論證的目的啊 只有三千個字啊 我父親非常驕傲他寫出來了《花叢小語》 為什麼中共從來不會聽這個真正的科學家的理論呢 他是這樣說的 說的 說的 他是說 這個 這個 哥德 他把這個 現在的這個知識精英啊 他周圍的那些 學水利的或者清華大學的教授們啊 他說的 他說的 分成 一種 叫做 歌德 彈丁派 歌德就是歌功頌德 他說 歌德呢 原是該的 專門歌德 樣樣歌德 就有問題了 還有一種 彈丁 世人 一旦盯住領導黨員 隨身復合 就算立場堅定 其目的就是更有問題了 歌德 彈丁派學者 最為無恥 當然不是指你 這就是跟他小說 小說裡頭一段話 那個 為什麼 他說了有歌德的彈丁派 那麼黨的領導是怎麼對 歌德彈丁派的呢 就說 話雖然如此 不過我們國內的學者 和人民代表呢 卻多得 多是歌德彈丁派 十人 你看 那個 以往啊 除了去年人民代表大會 還提些意見以外 但以往照例是以個人體會 為歌德內容 這真是世界議會制的奇跡 我就不信 一個政府會覺悟缺點或錯誤 竟不需要人民的監督 企圖掩蓋一切 但求表面統一 就是現政治的特點 好的 非常有意思 您父親把這個官場的厚黑學 給他浪漫化了 稱之為歌德彈丁派 好的 那麼接下來有時間 我們會繼續討論 接下來我想請問 在這個德國的王博士 事實上呢就是三峽工程 東工之後 我們已經看到有 至少有三次這個地震 就汶川的08年的這個地震 那麼還有就是像是亞安13年 還有九摘溝的這個17年地震 那麼有分析說 實際上這些地震 就是應該說是 在這一帶這個地壁 它的壓力發生改變之後 肯定是跟這個有關係 導致了這樣一些地震 那麼您的看法是怎麼樣的 我們先說一下這個地震 科學家的任務是什麼呢 科學家的任務就是 提出一套理論來解釋 是已經發生過的現象 那麼對於地震的解釋 有各種各樣的理論 比較流行的 又回到前面那個 就是彈性理論 他說這不但是 這個鋼筋混凝土是彈性 土層也是彈性 他是從這個來解釋 那麼他能夠解釋一些現象 但是他又不能解釋許多現象 許多現象他都不能解釋 那麼別的科學家 又發展出另外一種理論 來解釋這種現象 那麼就是說 比如說前段時間 有個叫黃曉民 他發表了這個 他對這個四川這個地震 為什麼在三峽工程建造以後 這麼頻繁 他提出他的一套理論 他的那個鍋的理論 我到台灣去的時候 台灣有一個人 專門研究這個地震 他也有寫了一本書 他也提出各種各樣的 我記得法國有一個科學家提出 那個就是說乾旱 就是世界大面積的乾旱會造成地震 他認為是由於影響了地下水的分布 和地表水的分布 它會影響這個地震 所以呢 就是說有各種各樣的理論 他可以來解釋這種各種各樣的地震 那個溫川地震呢 它確實是和這個水庫大壩有直接的關係 那麼它直接聯繫的是紫平鋪水庫大壩 是由於紫平鋪水庫大壩 先誘發了它壩底底下中心的一個小的地震 然後才誘發了這個大的這個就是 印川到北川的這個大地震 那麼從用中國的這個地震學家來解釋 就因為這個溫川大地震以後 它的能量都釋放完了 就不應該有亞安的地震 也不應該有九在溝的大地震 對不對 也更不能有那個宜兵的大地震 因為它認為這是一個這個板塊理論 板塊理論它這個那個印度板塊擠壓那個喜馬拉雅三山脈 然後喜馬拉雅三山脈 往東移的時候碰到了堅硬的這個四川盆地 然後就發生了斷滅 好的 那麼我必須打斷您一下 我最後還有時間不多 我想請王女士做一個回憶 就是剛才我們也分享了一下 就是關於這個三下工程 實際上是跟三面下工程50年代 您父親也反對過的 這兩個東西呢 其實是有這個異曲同工之處 那麼剛才呢我們在屏幕上也放了 就是三面下工程呢 最後是出現了這個田地出現了岩碱化 甚至是沼澤化 那麼總而言之呢 是不是說這兩工程並不是這個技術工程 而是政治工程呢 20秒 對於中國來說 是 這個大的水利工程 是 就是一個政治工程 在 我父親反對 可能沒有時間了 好的 那麼我們由於時間的關係呢 今天《時事大家談》的討論 到這裡就結束了 我們非常感謝兩位特別的嘉賓 黃瀟露女士和王衛若博士 參加我們的結論 我們沒有辦法分享所有的這個評論 《時事大家談》是一個自由論壇 嘉賓 聽眾 觀眾發表的 都是各輪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今天 明天的焦點對話節目呢 我們將討論 北戴河前習近平強調自我革命 是否強推黨內共識 請您鎖定收看 並且踴躍加入評論 我是宇舟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wing �里面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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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